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OpenV通过串口来发送数据 基本上所有的单片机都有串口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OpenV的串口来给任何其他的单片机或者是设备来传输信息 如果我们要查看OpenV上串口的信息 我们需要额外的设备 你可以使用试播器或者是USB转串口模块 OpenV有一个标准的扩展板 叫做OpenV串口调试扩展板 它可以直接通过这个USB把数据传到电脑上 我们直接点击产品页面 可以看到OpenV的串口调试扩展板 然后这里面有它的信息和引脚的连接 然后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青铜串口助手的软件 我们需要先安装这个软件才能查看上面的数据 然后它是通用的系统 你可以在Ubuntu Windows或者是Mac上面都可以安装 直接点击然后就可以安装完成 这里我们已经安装完 我们可以先打开它 我们把OpenV连接上创口扩展板 然后创口扩展板上面的USB线要连接到电脑上 然后OpenV的数据线也要连接在电脑上 也就是电脑上要同时连接这两个数据线 然后在OpenV的IDE里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串口的例子 我们可以直接发送 然后我们在青铜串口助手上面连接 OpenV的扩展板的这一个设备 是这一个 然后这里的波特率和这里的波特率要对应 比如说这里是19200 那么这里也是19200 连接连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数据传过来 然后每当有数据的话 OpenV上面这个灯就会闪一下 我们的OpenV电子书上面有创口通信的教程 比如说这一个就是刚才的传输Hello World字符串的教程 然后再往下有一个传输Json字符串的教程 然后还有精简数据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复制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代码 这里是和以前一样是一个黄色的预值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预值来查找色框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函数是找到最大的色框 然后下面的是一些标记信息 然后这里我们把数据拼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通过这里把数据传输出去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因为这里的波测率和刚才的不一样 这里的波测率是 是115200 这里也要改成115200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会显示你已经发送了这个数据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对应的数据 Opamway的串口使用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 import这个Uart 然后实力化一个串口的对象 这里可以定义它的波测率19200 然后就直接可以调用Uart.write 就可以把这个字符串发送出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拼成一个字符串 你想发送什么数据 然后你就可以发送什么数据 比如说这里我们发送的是最大的色块的中心的X坐标和中心的Y坐标 然后通过一个中括号来给它包起来 这里其实你是可以完全自己定义的 比如说你可以不要这个中括号 或者是要这个中括号 或者是你可以比如说只有一个数据 或者是有两个数据 几个数据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 它就只发送一个数据 后面都不要 这样的话它就每次只发送一个数据 看这样它就只发送一个数据 这里 然后比如说你想发送任何的数据都可以 不一定是它的坐标 比如说你可以发送它的长度 可以直接把这一个复制信来 然后就发送它的长度 看这里它会发送的一二三四这样 OpenV处理自俗串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可以直接使用这种格式化的方式 这次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下一讲我们会介绍如何使用OpenV来接收数据